食物给人以生存的养分 也是自然赐予的珍贵礼物 新疆人用智慧将质朴的食材 转化为味蕾的盛宴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天山南北寻味记第五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被誉为中国核桃之项的温祖县 地处新疆南北交通的要岛 温宿县种植核桃历史悠久 由于天山冰川雪水的灌溉 和常年日照在三千四百小时以上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使得这里出产的核桃 不仅果大可薄且肉质细腻 这个新疆是很白很白 肉白 颜色白 肉脆 很好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斯曼正在制作挂霜核桃 他把上好的核桃仁放进废油中略加油炸 核桃仁立即释放出 喊 喊 林兄 同讯 准判 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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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保留着半野性状态的游击主要生长在高海拔的牧区 以放养为主 一年四季都喜欢在树枝上过夜 成年的游击不仅能飞过四米高的围墙 平地也可飞行二十多米 平地也可飞行二十多米 养了一百多只油鸡 这是他们一家的重要收入 拜承人养殖油鸡的历史 已经三百多年 因为育肥后 全身皮下沉积着一层薄脂肪而得名 油鸡皱紧而细腻 香味浓郁 曾经是拜承人逢年过节 我贵客临门时才能享用的美食 作为新疆菜的代表 大盘鸡几乎家家都会做 在拜承人看来 用油鸡才能烹制出正宗大盘鸡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盘鸡之一早已是名满天下 大盘鸡的用料粗广 色鲜而味浓 恰似新疆人的性格 爽冷而豪放不羁 奴儿鼓励做的大盘鸡 虽然做法简单 却又盛在味道实在 妈妈 吃饭了 食物给人们生存的养分 也是人们生活的动力 供给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 是自然赐给人们最珍贵的礼物 除了大盘鸡 一种用鸡制作的抓饭 也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 47岁的黄西东 是拜承游鸡的养殖大户 每周邀请朋友过来品尝一顿 自己拿手的游鸡抓饭 是黄西东最开心的事 游鸡的体育颜色不一 有黑 黄 白等多种颜色 其中以白羽游鸡品质最佳 野外养殖是游鸡的最佳培育方式 黄西东打算买下一片一万亩的林地 建成当地最大的游鸡野外养殖基地 制作游鸡抓饭需要用到游鸡 胡萝卜 洋葱等食材 为了色彩更加丰富 黄西东一般会选择 加入黄萝卜和胡萝卜一起使用 将游鸡切大块 放入锅中开始焯一遍水 去除掉游鸡中的血水和杂质 在焯水的时候 将萝卜切条 洋葱切片备用 稍加炖煮 便可以出来金黄色的鸡油 香气远超于普通鸡汤 将鸡肉捞出 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 用油鸡汤烹制的手抓饭 更是鲜上加鲜 锅中放油 倒入鸡肉 洋葱和胡萝卜爆炒 在嫁住之前煮好的油鸡汤等待汤煮开 让金黄的油脂渐渐渗出 这时将洗好的大米均匀地铺在锅中 最后再放入恰马骨 盖上锅盖 焖煮三十分钟 打开锅盖 恰马骨的汤汁已经渗透到手抓饭里 黄锡东把抓饭养出 一盘香气四溢的油鸡抓饭就出锅了 看似粗瓜的做法 味道却惊人地细腻 鸡汤让米饭滋味醇厚 鸡肉和各式蔬菜入口滑嫩鲜香 拌成油鸡让普通的抓饭变得独特而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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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显得十分独特 60厘米的直径 使得库车大囊被称为囊中之王 阿卜多热和曼买买提 打囊的手艺在附近家喻户晓 三年前为改善库车大囊的打囊环境 当地投资建成了库车大囊城 他们一家也被 关于马尔环境 他前面有划算 但是没关系 对的 所以我一家就在一家 还能够出发 这些人的外图 在家里面有个大图 优优独特 也是好 在家里面有一个 我最后一家就用了 每天天还未亮 阿卜都热和曼买买提就和妻子妹妹 开始了一天的打门工作 库车大囊用的材料是涂法发酵的面 牛奶以及鸡蛋 囊上的花纹是砖 而且可以让囊顶在炉坑中受热均匀 不易交互 刚出炉的囊表皮金黄香脆耐嚼 一个热囊配上一杯热茶 就是库车人最悠闲的时光 塔里木河是我过最长的内陆河 孕育着整个南疆的绿洲 10月 塔里木河开始渐渐进入枯水期 65岁的爱山爱买提是塔里木河的渔民 已经服了20年的雨 每年的10月份开始 他和老伙计都要离开家 去到渔泽源丰富的河流 待上三个月 冬天冰川融化慢 塔里木河的水量明显减少 这正是捕鱼收网的好时候 两天前 爱买提在这片河域布下了鱼网 为了多打到一些鱼 他在河边搭上了帐篷 等着今天收网后 明天让儿子拉到巴扎上 去卖个好价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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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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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我已经去参展起来了 这次参展是国际性的农产品展销 这颗特不漂亮 就拿这一颗吧 现在我要着急得很 今天摘骨子的人少得很 影响大嘛 我们的骨子舒服回来了嘛 我们需要多多的人来办个忙 我们在骨子 秋收小麦的季节 村民们忙完手里的活 陆续前往马和萨阿和特汉大树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也要绝对他 成功的计划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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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忙碌起来 沙棋在他手里 将变为回馈大家的美食 把牛奶倒入锅中熬制两个小时 挤净水分倒入盆中备用 清洗沙棋果并将大果榨成果汁 金黄的果汁倒入锅中同样熬制 煮沸后倒入适量白糖 两个小时后将熬制好的沙棋果酱倒出 配上适量盐糖放至干透 忙活了两个小时 哈提帕终于将做好的酸奶疙瘩 带到沙棋林 招呼摘沙棋的乡亲们一起分享美食 奶茶配酸奶疙瘩 让忙碌的一天的村民 得到了身心的放松和味蕾的满足 感谢观看 杀吉果实的维生素C含量是猕猴桃的两到三倍 被誉为维生素C之王 但是这些色泽诱人的金黄色果实 如果生吃味道酸涩 但是经过一系列加工后 将会成为味道和营养兼具的各种美食 这个季节的沙吉不仅果实可以变化多样 鲫鱼部分也开始了新的孕育 拥有四千亩沙吉林的孙文胜 采摘沙吉果的过程中还要做一件事 收集沙吉之条 这些在别人眼中的废枝 在孙文胜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 便废为宝的意义 2007年来到清河 到这来首先就开始做沙吉 当时很多的沙吉枝条 到处都是 所以那个时候有个突发奇想 因为来自东北 东北木耳比较多 所以看能不能研发把它做成乌黑木耳 用沙吉木料培植木耳 可不是孙文胜一拍脑袋的想法 K木耳能够吸收沙吉木料中的活性成分 从而增加黄酮含量 使木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植物胶质 营养价值很高 当时是尝试做了将近五万大人 二个太小的不能采 得采大一点的 小的还可以长 枝枝深秋 持续一周的低温 让最后这批木耳错过最佳的生长时机 但索性大多数都已长成 温度越来越低 孙文胜必须在双冻前 抢收今年的最后一批木耳 收获了木耳 孙文胜终于能稍稍松一口气 享受沙吉的回馈 肥嫩的木耳泡开后 在热油中反复翻炒 再加入各式调料 后与胡萝卜片同炒 让木耳吸收蔬菜的清甜 茶叶虾仁 将泡开后的沙吉茶叶 放入热油中炸至翠绿 再将洗好的虾 同样油炸至七分熟 出锅后热油中放入葱姜蒜 爆出香味后 将虾放入锅中爆炒至九分熟 将沙吉茶叶放入其中 进行大火翻炒 至清香飘逸后出锅 作为东北人的孙文圣 不忘拿手的饺子 木耳七岁 羊肉剁碎 配洋葱和各式调料 既去了羊肉的心 又丰富了木耳的滋味 这就是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调整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桃金香十几岁从老家甘肃来到新疆 如今在这个边境小镇已经生活37年 自己开荒兔吐出来的沙棘林地 以及临下养的沙棘鸡 都见证了它的心情和收获 新疆地广物美的优势使得上万只鸡 在几百亩沙棘林中野生散养 自意生长 不仅保证的肉质紧实细滑 也让减食沙棘果叶的鸡味道更为鲜嫩 而相较于一般的鸡蛋 沙棘鸡蛋个头更大 味道更鲜 曹金香希望他和村民们 能搭上政策的快车 让沙棘鸡和沙棘鸡蛋走出国门 忙碌了一天 曹金香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饭 土鸡和晚饭当仁不让的主角 土鸡焖炖的过程中 草浸香地席开始和面做饼 面和得软硬适中 待土鸡焖至八分熟时 将面擀好 一条条放入锅中 然后盖好盖子 继续焖煮 让土鸡的香味熏蒸入饼中 随即再来一道 暴炒土鸡蛋 来 开外了最后的早餐 最后给两杯酒吃了 好好吃 一家人围住一起 边聊今年的收成 边品尝亲人的手艺 一棵树 从嫩叶到果实 从枝条到临下空间 既开拓荒漠 又丰盈人民的生活 十余年来 沙籍用一排排迎风而立的生命 和庞大的生命根系 紧抓沙地深处的水层 奥立于荒坡沙地之中 给荒漠戈壁的人们 新的生机和活力 并赐予人们 更为多元的美食之下